那我们小样希望什么事情出圈 我呢也想要出圈 我首先就是要跳出我的舒适圈 勇于挑战自己并不擅长的事情 成为数字圈里的第一个全能主持人 我们小样好有报复 好正能量 小样我挺你 加油小样 而且我今天看到贾玲姐呢 我觉得特别的亲切 怎么了呢 他们还说我和你年轻的时候有点像呢 什么叫年轻的时候 真的 还真是有点像 对吧 但是小样 你知道吗 你跟我现在更像 青春的发型同样甜美的笑容 我们都是建模点 小莹姐 都是建模点 小莹姐你确定不少节目组要一下版权费吗 对啊 什么版权费 就比着你那个做的呀 就是照你捏的呀 而且我就说为什么 我第一次看到小样就觉得很亲切 因为你是小假脸人啊 对啊 美女都是相似的嘛 卡老人嘴还是那么甜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